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的话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好看的 这种的镂空的楼洞比较大的一个围巾或者是围巾 你可以把它手尾相连就是变成了一个围巾 然后如果你不想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围巾 它的羊毛含量这个毛线的话呢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就是先从这个毛线的介绍跟大家开始 它里面的话呢是含有我们的80%的人造纤维和20%的尼龙 所以的话呢它的里面的这个羊毛含量没有那么多 就不会特别的热 那我们这个外面的话呢 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颜色的话 非常的适合于我们的夏天 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话呢 去给它再拿一些它的小的这个勾针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往上像勾辫子一样进行勾针 然后这边的话呢 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是可以把它往上 五针就是它的一个高度 在这个勾针里面的话呢 还可以再给它再勾加 多加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有我们的第五个短针包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在这边呢也可以把它拉过来 然后这两边的话呢 也是可以把它镂空 镂出来 就是把它这边真少一个 这边可以继续的再给它往上进行勾针 这两个的话呢是让它空出来 拉针 这边也是把它往上进行勾针 然后继续的这边再空三个 如果你们是到了这一步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差不多快要做好了 现在这里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是有五个短针包 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在这边给它进行勾针 那我们的第一排就已经是做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排就已经是做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在这边再继续给它往上进行勾针 拉针 拉针 然后这边是再做两个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再继续的给它进行勾针 然后呢 然后再继续给它进行勾针 然后再继续给它进行勾针 然后再继续的给它进行勾针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第二排就已经是做好了 那我们再从这边开始做三个 然后从这边呢 继续的把它往下进行勾支 在每一排的话呢 里面都是要有我们的一个短针 稍微的拉一下线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到这边来 然后再把它拉过去 这里是再给它做两个 可以看到它这两个的话呢 是相互的会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把它所有的毛线 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办法 给它去进行勾支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到了最后的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 它的勾针的形状也是特别的好看 我们这边呢 是再给它再多做几个短针 然后这里呢 是把它再稍微的剪一下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线头在里面 那希望也能够喜欢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 大拇指向上的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是直接在视频的下方 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一个愿望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啦 拜拜